華為的Mate60手機沒有發表先開賣 現在終於等到邀請函來了 華為宣布9月25號要舉行新品發表會 這麼剛好啊 這一天也是華為輪值董事長孟晚舟獲釋的兩週年 被外界視為要跟美國示威 而這華為Mate60更在中國市場掀起一股愛國熱 聽說有人坐位進還沒有醒就朝著要買華為 還把華為專賣店當作廟來拜 結果呢 說真的身體有挺華為嗎 不知道 因為今天iPhone開賣在中國大陸 預購就超過兩百萬支 嘴巴挺華為 但是真的會買華為嗎 我想問一下這個 惠真姐 我們先講一講Mate60未眼先轟動 都還沒看到它這個發布的訊息 好多款的這個不同的版本就一直的開賣 而且很多中國民說我要買華為 我要挺華為 現在邀請函看到了925這個日子 有什麼樣的意思 是 現在告訴我們就是華為公主報仇 兩年不晚 為什麼呢 就是在兩年前的9月25號 我們都知道孟晚舟因為她就是之前 涉嫌就是有跟香港一些公司 違反了美國相關的禁令 所以被加拿大政府這邊扣住了在長達兩年的時間 後來經過一些協商 美國 中國跟加拿大進行三方協商之後 後來同意讓孟晚舟飛抵到 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就那時候一身紅色 讓人家覺得展現出華為公主一個氣勢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說這整件事情感覺上 美中之間真的是為了孟晚舟可以互相進行個妥協 就我們本來以為這件事情可能就到此為止 沒有 結果現在華為最新的Mate X Pro竟然要選在9月20號 同一天推出全新的產品 而這全新的產品 某一種程度上也被視為是iPhone 15的頭號勁敵 所以是不是有意思向劍指美國說老娘回來了 對 這麼剛好925 兩年前這一天孟晚舟 好不容易被加拿大釋放回到了中國來 兩年後的這一天她要發表Mate 60手機 而且跟iPhone 15的發表日期跟開發日期 非常非常接近 是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到整個中國 請中國權力上上下下 都在把Mate 60變成好像是一個中國人之光 好像不管任何場合 你現在看到的 我真的講這個下誌根本快要變成一種邪教 這個叫什麼 華為搖你知道嗎 華為叫主導 對 華為搖 他們現在手上拿著華為手機 然後就開始給你跳舞 據說他們跳的那個舞的歌 好像還是中國 類似中國韓團 知名韓團的歌 那你就心心想說這也太誇張了吧 麒麟換上 舞劇用上 有沒有 還有一個台性 我心同居確實有點強 對 所以你就心心想說 這怎麼回事 那你也許可以把它解釋成是 年輕人 愛跟 不是 現在太誇張了嗎 這個是發生什麼事 是你家裡發生不好的事嗎 你怎麼哭著這樣 沒有啊 給我華為 給我華為 奇遇免財 他竟然為了要買華為 買不到 他在地上鬧 對 大人 大人 你這樣也太誇張了 你想說你這是靈演嗎 沒有 我覺得他演得還滿肺腑 那個這個 看起來很真實 這是投入感情下去 所以你要講說到底怎麼一回事 全中國人難道真的為了這最新款手機 在瘋狂嗎 我跟你講不是清醒的人 連昏迷的人 嘴巴都還要喊啊 給我華為啊 為什麼會講到這些呢 然後就講到這個什麼搖搖領先啊 這個人是怎麼樣 他其實是在照未盡 所以他是呈現一個謎 這個就是打麻醉 打麻醉啊 一定是扣持不清神才不清啊 所以我覺得這也演太大了吧 打麻醉也要稱讚華為搖搖領先 但你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反正類似的一個影片呢 不斷的就在網路上上演 這個更扯 你如果 他是堆著他們 而且三舉弓喔 只差沒有家屬打理一下 不是 這是回教嗎 還是說他在做一個什麼樣的 膜拜祕事 我覺得他們已經被嚇鼓了 就全中國人可能都已經被嚇鼓了 不知道 但是你會發現 現在這種 你會匪夷所思的影片 然後不斷的造神的影片 把華為變成是 中國人吃光的影片 不斷的不斷的在網路上 這樣子瘋傳 那甚至還有什麼呢 甚至現在也有山東的設備廠 然後就想說 如果你買MAT60的系列的話 我公司補助你36666塊 嚇死人那也是很多 那大概已經 財幣應該也是破萬了 然後還有人告訴你 這個深圳一家酒業 他就說如果你是業務人員 你買我這個MAT60的 你要用在工作上的話 我給你告公司給你報銷 80%到100% 100%那等於是公司送你手機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情況真的很不尋常 那還有什麼 這個實在也太妙 這個老哥 華為稱讚華為 他開始要迎師作對了起來 這個他就直接告訴你 他說這個華為新手機 我知道 我必須要迎師作對一下 鴻蒙老祖法無辯 坐上麒麟飛九天 5G覆蓋全宇宙 誰說不好 誰漢奸 早講華為不好就是漢奸 怕死啦 馬上就 不知道要不要滿門操展 豬臉九族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這些相關的影片出來 真的會讓人家覺得說 中國人好愛華為 全中國人感覺上都以華為為好 不過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嗎 現在有人就開始丟出一些影片 什麼影片呢 認證飛 這不會應該是以前的 認證飛 他在機場做安檢 結果你看他包包套出的是什麼 是iPad 不好意思 人家可是愛用蘋果 愛啃蘋果 華為勞董 結果平板用的是iPad 對 所以人家講說 你會不會反美是工作 愛美產品是生活 然後現在網路上開始了 iPhone15 現在大家都搶購 我剛剛坐電梯的時候 有聽到好像東城有員工也說 我今天去搶了 對 因為今天是預購日 對 然後那中國大陸的預購狀況 聽說好像滿不錯的 也很怕死人 現在你看到 5999 8999 但我們知道 還有不同的一個 就是你的5G容量 什麼容量的 然後現在就開始講 不管怎麼樣 京東商城顯示 不到24小時 iPhone15系列 預約量已經高達 221.7萬 然後這個手機這樣子賣成這樣 你心裡想說不對 不是大家都講 華為好棒棒嗎 華為賣成60多好嗎 結果感覺上嘴巴講華為 但是手裡搶購的 搞不好是蘋果 而且溫然姐你看 它賣得最好 是最貴的Pro Max 高達90.8萬人 一半人都要買最貴的那一款 對啊 所以這個真的 會不會是說 自己這種身份的象徵 就是說我拿出來這一支 就不一樣 所以換句話說 這些中國人也還蠻懂得 生存製造 嘴巴跟你配合講講 但事實上 每天要用的還是選擇蘋果 那結果連大陸的知名車評人就講說 如果要換iPhone15的蘋果手機拍視頻 這個老是安卓沒有辦法比的 那不知道他有沒有拿華為來比 還是不敢講 講了搞不好以後就GG的 沒有辦法再出現 那另外我們都知道 這個影片其實也是網路 華為世界瘋傳 什麼影片呢 成龍啊 這種四川的一個手機店 怎麼也被人家拍到說 他也在看Maz60 Pro 而且聽說在那邊把玩了半小時 我記得他張照片 在這個中國大陸跟台灣瘋傳 我想說這個阿伯是誰啊 偷偷的滑手機 口罩戴的很緊 不想讓他知道他是他的真實身份 結果是成龍想要去買華為手機 而且據現場的拍的人講說 他說我其實認出是成龍的 我呢就忍了老半天 到最後我看他要走的時候 我要去跟他說 我要想跟他合照 就被他助理擋下來了 結果你知道嗎 連成龍要搶華為啊 這個金魚啊 這個Maz60都沒有庫存 他沒買到 對 他沒有買到最新的Maz60的這個 所以到最後他買了其他的產品 然後呢就有人在旁邊說 哎呀 趕快叫華為 老闆語言都趕快送他去知道 把他當代言人啊 讓他好好的 對 在華人世界裡面 我們成龍國際巨星來手 來幫那個華為 這邊那個最新的首席代言 像真愛中國的心 多好 對不對 又要上國際舞台 結果馬上有頭腦清楚 記憶良好的中國人 馬上說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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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這個成龍 他有一個成龍魔咒 什麼意思呢 代言的必倒 代言的不倒也死半條命 所以呢 而且這個成岩魔咒 成龍的魔咒 竟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 你知道 有這麼可怕嗎 慧珍姐 不是我亂講 他們都把它 全部都整理出來 譬如說1994年那時候 我們都知道可可可樂 剛剛去中國嘛 結果他們中國人自己 有中國的品牌叫 芬皇可樂 那芬皇可樂其實 某一種程度 你現在看他的影片 他可能就是要分打 然後跟可樂 就全部都弄在一起 結果1.5億元 請他來代言 那也是當年1.5億元 嚇死人了 結果了 結果因為產品不好 以及生產界沒有辦法穩定 已經機械了 就倒閉了 沒有多久就倒閉了 那好 沒有關係 我們畢竟成龍是中國人的巨星 所以還有別人 不怕死的 又找上我們艾多VCD 這家公司就一樣 也一樣請成龍來代言 就說看影片 看我的A計畫 看我的成龍的故事 多好 怎麼樣的 結果了 這家公司產品不錯 但是老闆不守法 放他去滾 所以這家公司 老闆落跑了啦 後來也被抵倒了 後來成龍 不怕死的 姓成龍 愛成龍 還是很多 另外一個小霸王 這個電腦的 學習的 你看學習機 這個產品很好 而且人家 其實銷售量非常好 成龍代言 其實銷售量也不錯 哥哥你知道嗎 什麼事嗎 既然因為經營成立 體驗不同 產品沒有倒 但是分家了 所以換句話說 他代言這個也沒了 所以你想說 公司文姐講 這至少是好幾十年前的事情 那現在成龍 還有這麼可怕 這魔術繼續發揮嗎 我現在說是30年前的事情 我現在說 以前比較近的 包括什麼了 恆大冰犬 我們都知道了 中國有一陣時間 光是賣水的 賣到下下叫什麼 首富都是賣水的 五富山泉 對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這個恆大冰犬 人家找了一大堆的代言人 都是A咖 成龍是其中一歌 結果後來代言到最後 竟然虧本40億人民幣抽搭 所以這件事情 我真的在講 好 但你講說 那個可能是不適合代言產品 沒關係 人家可以上中國的春晚 春晚 2020年COVID-19對不對 結果因為穩定居心 我們中國人 馬照跑舞照跑 春晚照辦 讓成龍去唱了一首歌 什麼歌呢 就唱了歌之後 其中一個歌詞 問我國家哪項染病 就這首歌一唱出來 春晚一結束之後 沒有錯 整個COVID-19行銷全世界 光是義大利就中標40萬人 所以你就知道就說 這個現在成龍的威力 隨著年紀越大 感覺威力越強 最後一個不得不信邪的 2021年 他在6月28號的時候 又唱了一首歌叫 《怒吼把黃河》 一唱完三天之後 結果 鄭州竟然遇到千年一遇的大紅災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成龍 給他看到鬼了 成龍魔咒還真是名不虛傳